纯白色外观圆顶建筑 这是宜兰头城有名的阿拉伯皇宫 是第一代台湾人去阿拉伯创业的 林昭文回台盖的豪宅 占地3600坪的几栋建物 在滨海公路相当醒目 现在传出要卖掉了 建筑正式委托给我们CBI团队 那甚至有可能六七组以上 也反显一下这件事情 再看看皇宫的内部装潢 挑高的客厅可以容纳三大牌桌椅会客 还可以坐在客厅远眺龟山岛 绿色草坪椰子树摇曳 也让人心旷神怡 还有还有屋内的鱼药龙门喷水池 景观都相当奢华 因此前总统李登辉 前副总统连战 台宿集团创办人王永庆 及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 都曾经是座上宾 这座堪称国内最顶级私人招待所 在第一代创办人2019年过世前后 陆续传出抛售消息 价格从33亿降到21亿 现在甚至传出约14亿求买家 因为毕竟他可能还有一些 是不是有国有地的部分 那这样的情况 可能就会有一些合法性 以及他使用年限上面的问题 还有他可能必须要去缴付一些 这个地租的情况 房地产业者提醒 占地颇大的阿拉伯皇宫 迟迟未能成交 在土地所有权的方面 以及税金方面可能得要厘清 因此这座气派豪华的皇宫 合施成交卖给谁也成为当地热门讨论话题 民讯无人与林大伟 黄副义台北宜兰报导